好,大家好,恒指結算 好友發了一發力,但都是1400至1500億成交 似乎都不夠力 再加上都是集中在ATM那裡 至於ATM是否可以持續升上去呢 過去大半年圖表都告訴大家 指數要靠ATM那堆新經濟股 抽上去都不會持久得多 所以進入10月這個戰場 我想大家有幾件事要非常留意 第一就是中國的限電 非常大範圍的限電 原因為何還說紛紜 我覺得沒有多少邏輯性 可以解釋為何要這麼大範圍的限電 但關注限電之下 對中國經濟在 未來幾個月的影響 應該都相對比較負面 這方面小心點 第二就是美國的債息 不覺不覺又回到1.5厘的位置 隨著11月美國減買債的步伐 就一定會開展 那個債息會不會抽上去 即是之前ATM8 甚至乎是更高的位置 搞到華爾街吞吞吞吞吞 這方面港股都要留意 再加上港股本身自己的 momentum和氣氛都不太行 所以我都擔心10月會不會再試 再次23500或者更低的位置 所以現在戰略性部署很簡單 能夠吃花生就盡量先吃 但你手癢的話 想買一些 做一些好倉 都是要有壺就吃 以及比較短線為主 我自己來說 我看淡 都繼續是看淡 所以做淡倉的機會 都相對是比較大 我看淡倉的機會